这真的是丢脸丢到国外去了 日前任教于屏东教育大学的副教授陈振远 为了可以在这个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来升等积分 竟然涉嫌假造人头以假的同侪审查 让自己的多篇期刊可以顺利的刊登 而许多的国内学者竟然都成了共同发表的作者 这里头还经见了教育部长蒋伟宁的名字 屏东教育大学里头 职员布告栏上的照片还来不及撤掉 这名掌向斯文的资讯科学系副教授陈振远 现在竟然被国际知名的出版社踢爆 在期刊上发表了论文竟然涉嫌造假 皮特赛同时具有两个身份 一个他是投稿者 第二个他也是审核者 当然因为我是投稿人的结果 我一定会把我自己的成绩变得很好 根据报导指出 陈振远为了创造升等积分 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六十几篇的论文 只不过依照规定 这些论文都必须经过二到三位的同侪审查 想不到陈振远竟然未造人头来帮自己背书 国内许多学者都榜上有名 就连教育部长蒋伟宁 疑似也成了共同发表的作者之一 就把这个刊登的所有的文章 他们一次给他下架 就认为这个论文期刊 里面刊登的论文是有瑕疵的 我想这整个学术界 有引用相关的论文 这整个都是受害者 包括我们系上都是 平东教育大学坦承 的确有收到国外出版社的通知 随后也立刻成立专案委员会来调查 只不过后来陈振远就自动离职 而现在被外国媒体大肆报导 从原本的台湾之光 变成国际丑闻 记者南部综合报导